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分享中生 昨天加權指數是小幅度的震盪 但是昨天晚上的美股 費城半導體跌幅又比較重 剩下的稻窮SMP跟其他的指數 其實相對來講跌幅也是比較重 昨天美股科技股下跌的原因 主要還是老掉亞的題材 老掉亞的利空就是說 昨天還是因為說 整個聯準會 它的氛圍是比較偏向鷹派 所以整體的氛圍還是會擔心說 接下來的經濟會不會出現衰退 其實這就像我們在近期不斷強調的 不論說聯準會接下來 它升起的力道會多大 它通膨會怎麼樣 會不會經濟衰退 其實對於台股來講影響不大 尤其是說 其實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它的位階相對於美股 是來得比較強勢 所以其實今天台股它開低難免 但是其實對於很多的好股票 拉回來它會是一個好的買點 今天比較需要去注意的大概就是新台幣 新台幣如果說持續的貶值 那可能大型股壓力會比較沉重 那關於一些今天比較需要去留意的族群 那跟一些股票 那我們留到最後再來講 那先看一下指數 其實指數就像我們在強調 昨天美股的下跌 主要還是因為這幾個因素 通膨的問題 經濟衰退的問題 跟終端需求可能會下滑的問題 那這些的問題 其實就像我們講的 這幾項問題 從來不是我們在現階段 要去買股票最大的理由 就是說這個時間點 我們去買股票 跟這些因素完全不相干 在現階段 那我們不斷強調說 一定要去買股票 很多個股它勝率是高達9.9 最大的原因是在於說 它的股價已經超跌 因為有上半年失去的下跌 才會有現在失去的股價 有失去的股價 它就會有9.9成的勝率 所以其實昨天美股的下跌 它最大的原因還是 就是一些老掉牙的利空 通膨 升息 經濟衰退 但其實這些因素 很多的股票 它在上半年早就反映過 既然已經反映過 這個時間點拉回來 它不過就是新的買點 所以你看 加權指數它還是一樣 這些問題都沒有改變 通膨 經濟衰退 跟終端需求下滑 這些問題今年從來沒有變過 但是我們買股票的理由 也從來跟這些是不相干 我們買股票的理由 股價已經過度便宜 就是說很多的股票 它在上半年早就已經跌破 它最基本的價值 那跌破最基本的價值 就像我講的 就算它今年的產業 再怎麼差 那又或是說 接下來大環境再怎麼不好 它還是會漲 你去看喔 就像這張圖 這張圖我們近期一直在強調 股價 勝率跟基本價值三者之間的關係 每一間公司一定有它最基礎的價值存在 那只要說股價低於它最基本的價值 勝率就是9.9成 就是說每一間公司它就像是一項商品 那每一項商品它有它最低最低的門檻 就像一台iPhone 一台iPhone它一定有它最基礎的價值在 你說就算一台iPhone 5 它買個2000元 3000元 它一定也賣得出去 因為就是已經低於它最基本的價值 所以其實 就算說美股在這幾天 就是說它的整體的格局不是說太好 但是對於台股來講 對於很多已經超底的好股票來講 它不過就是多了星期次的買點 包括像是本週一的康普 包括像是本週一的四星 同星電 這些其實都可以證明這件事 所以其實說為什麼會說 只要低於基本價值 它想不贏都很難 它的股價一定會漲 其實群創跟友達它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你去看 3481的群創 3481的群創跟2409的友達 近期我們一直在強調 其實從群創跟友達的例子 你會知道這個時間點 其實股價夠便宜 它不需要任何的利多 一定會漲上去 群創跟友達是兩黨在今年 注定要虧損的股票 它憑什麼會漲 因為就是夠便宜 來你去看 2409的友達 2409的友達 近期大約是23 昨天收盤價大約是16.75 16元上下 那近期23 16元上下的股價 它的股價淨值比是0.6倍 對於說 景氣循環股 我們要去看的評價是 用股價淨值比來看 那股價淨值比合理來講 一檔說合理的景氣循環股 至少也要一倍 但是它只有0.6倍 只有0.6倍就代表說 它已經明顯超過它 低於它最基本的價值在 包含群創也是 3481的群創 3481的群創 目前淨值大約是27左右 那股價大約是在12元上下 股價淨值比0.4 0.4 一間合理的公司 股價淨值比一倍 絕對是不為過 那群創0.4 友達0.6 不是叫你去買群創跟友達 而是說 從群創跟友達的例子 你會知道股價只要夠便宜 就是說它只要低於它最基本的價值 就算今年的數字在爛 產業在差 還是會有買盤進場 否則為什麼這兩檔 今年注定要虧損的股票 明年能不能有虧轉移 還是未知數的股票 底部會有買盤進場 就是因為它的股價 已經過度便宜了 過度便宜就算說 展望在爛 或是說接下來的數字再怎麼差 它還是會有買盤進場 所以你看 群創跟友達 它就可以凸顯出 這張圖的重要性 勝率股價基本價值 就算它產業再差 但是只要說低於基本價值 它還是會漲 這張圖會有放在 我這兩大平台裡面 Lighter跟Telegram 小老鼠WE178 WE178 加入這兩大平台 那這張圖你會知道 什麼樣的股票是屬於左半邊 又或是說左半邊是什麼樣的股票 只要說股價它是在左半邊 基本上所有的利空 不過就是為它創造出 全新一次的買點 所以群創跟友達 不是叫你去買這兩檔 而是說用這兩檔當成例子 那我們可以去選出 跟它的模式 跟它的題材類似的股票 就是說過度便宜的股票 好 那你去看 4739的康普 4739的康普也是很標準 當時我們在120元以下 進場去佈局 120元以下進場佈局 那就像我講的 康普它主要的 它主要的產品結構 是在正極材料 全年保守7元 上看8元 那康普兩大產品線 第一是電動車電池的正極材料 那第二是半導體的特用化學 又是在先進製程 兩項產品線都是趨勢產業 全年7上看8 股價不到120 怎麼可能會不漲 是不是 當時在120元以下買進 上一週指數大跌了300多點 它逆勢上漲 你去看 4739的康普 120元以下去買進 上週8月22 指數是大跌的 它大漲 那你去看 上週從120 一路到138.5 上週指數在跌 它上漲 指數不跌 它還是漲 因為它是左半邊的股票 這一段15% 那你去看 就像我說的嘛 因為說康普 它是屬於左半邊的股票 所以每一次全新的利空下來 對於它來講 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唯一的改變不過就是 為它創造出 全新一次的買點而已 你去看 本週一大盤也是 不是說非常好 那它也是受到大盤的影響 那受到大盤的影響 8月29 本週一有特別講過 它的評價夠低 所以受大盤影響 不過就是多一次新的買點 本週一買進 昨天又大漲了4%左右 最高到了134元 120到這一段賺一段 本週一買進 昨天134 又是7到8%的活力 所以這其實就是 我在近期不斷強調 很多人會去擔心說 聯儲會 9月份會升息幾碼 會不會升息3碼4碼 又或是說會擔心 接下來通膨問題怎麼樣 會擔心說 美國的經濟會不會衰退 那就像我講的 通膨的問題 在今年以來從來沒有真正的下滑過 那美國經濟會不會衰退 基本上這是肯定的 美國經濟 因為說經濟跟通膨這個東西 聯準會它沒有辦法去 與與熊掌都兼得 它為了要取得平衡 一定需要犧牲經濟成長 來換取通膨的下滑 那目前通膨這麼高 要去壓通膨 一定需要犧牲經濟成長 所以在一來一回之間 美國經濟一定會衰退 但是這不是重點 就算說9月份升息四碼也好 三碼也好 但是對於很多的好股票來講 它就是跌破最基本的價值 跌破最基本的價值 不論說外在環境怎麼變 它都還是要漲 就像群創跟友達 兩黨說要數字沒數字 要產業沒產業 要展望也沒展望 為什麼底部會有買盤 因為就是過度便宜 所以康普它也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 每一間公司都有它 最基本的價值在 只要股價夠便宜 想不贏都很難 那包含像是郁金光也是 3406的郁金光 郁金光我們在8月11號 有特別講過 鏡頭的需求逐漸回溫 全年20元起跳 這個位置當天有講嘛 8月11號不到450元的股價 都是很便宜的價位 那等到它拉回到月線附近 我們在410上下進場去做佈局 8月30號本週二上漲到了 441.5元 那昨天451 這個位置講 410進場佈局 昨天拉到了451元 很輕鬆又是一根漲停板的路帶 這就是我說的 其實它只要低於它最基本的價值 你不用管外在環境怎麼變 它就是會漲 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利多 因為太過便宜就是它最大的利多 那像郁金光也是 郁金光當時有講過嘛 全年最保守的EPS可以到20元 那如果說今年iPhone14銷量好 它最好可以到25元到30元 那郁金光本來在高階鏡頭廠 它的市占率就有一定的水準在 那有一定的水準在全年保守20 最好可以到30元 你去看 全年保守20元上看25到30 不到450元的股價 怎麼可能會不漲 一定漲 所以當它拉回到410進場佈局 昨天拉到451元 又是一根漲停板 輕鬆路帶 所以這其實就是說 左半邊的股票 我們只要針對 針對這些左半邊的股票 進場買進 各股的勝率 真的是高達9.9% 不誇張喔 真的不誇張 450元以下的郁金光 包含像是120以下的康普 那還有像是同心店也是 影像感受的黑馬股 8月23 我們在前一週上 上週預告的馬 主要的客戶是德州 儀器 義發辦跟柯瑞 全部都是趨勢產業 全年保守19元 上看20元 股價不到200 當時我們買的時候 股價不到200 這就是6271的同心店 200元以下進場佈局 8月30號 本週二 拉到了216.5 昨天小幅震盪 相對還是強 200元以下買進 這個位置 都是獲利的狀態 就是說同心店 它主要的客戶群 都是一些趨勢性的大股票 包含柯瑞 義發辦這些 重點是說全年最保守 EPS是19元 上看可以到20元以上 股價不到200元 等於是說一檔趨勢成長股 它的本益比是不到10倍 怎麼可能會不漲 它不需要任何的利多 它一定漲 因為它就是過度便宜 這就是左半邊的股票 你去看 同心店它也是很標準 這個位置 本週一受大盤影響 小幅度拉回 那拉回什麼都沒有變 唯一的改變就是多了一次買點 買進之後 昨天還是相對強勢 是不是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很多人會擔心說 今天大盤開盤 那會不會又出現震盪 會不會已經準備要 昨天站上了1.5 今天會不會又跌破 那我覺得說 這些都不是重點 因為在現階段 那我不斷強調 你一定要去買股票 最大最大的理由 從來都不是經濟已經好轉 也不是通膨已經結束 也不是聯準會不會升息 而是說很多的股票 已經低於它最基本的價值 低於基本價值 就是說 它不會受大環境的影響 也不需要任何的利多 它自然會漲上去 所以今天我們一樣 會針對這類型 在左半邊的股票 下去進場做布局 已經低於基本價值的股票 如果說今天此數震盪 小幅度的拉回來 它不過就是 多了一次全新的買電 那在今天 我們可能會進場布局的標的 預計會是一檔 跟miniLED比較相關的股票 因為耐創科技的 掛牌 那它會把整個miniLED再帶起來 所以把握機會 利用廣告時間先來電 利用盤動時間來電 那我們今天收盤以前 馬上去帶你買進 全新的黑麻糬 先進一段廣告 好 所以其實今天整體盤是 可能說難免會受到 昨天美股下跌的影響 但是 對於左半邊的股票來講 它全部都是買電 那什麼叫做左半邊的股票 就是勝率基本價值跟股價三者交叉的左邊 那完整的圖 我有放在我的Lite 小老鼠WE178 可以利用盤動時間先加入去看 那如果說今天盤動時間有任何的問題 持股問題 或是想布局全新的黑麻糬 也都歡迎來電或私訊 好了 今天整體盤是 比較需要去注意的一個重點 就是新台幣 看一下這個位置 新台幣在這裡 新台幣其實近期貶值的幅度 是非常非常的重 那你要知道說 昨天新台幣是小幅度的已經在升 應該說直貶啦 昨天小幅度的直貶 那如果說今天新台幣 它只要不再創高 也不用說 因為說 美股這樣跌 那今天新台幣要有太大的表現 難度還是比較高 所以不用去期待說 今天新台幣會有什麼 太大的表現 但是只要今天新台幣 不要再創高 不要再貶值 對於加權指數 它就是很好的力道 所以只要說今天盤中 新台幣相對的穩定 那指數我認為說 它是有機會 持續站穩萬五 或是說再往月線季線 下去做上攻 這是整個大盤的部分 那如果說以族群來講 今天最需要去留意的 大概就是兩個重點 第一是元宇宙 第二就是生機類股 因為昨天大部分的科技股 美股 美股大部分的科技股都不好 那唯一有上漲3%以上的 就是META 那META聯動性最高的 當然就是元宇宙 所以今天包含像是 宏達電 威盛 位數 就有機會 相對來講是比較強 那這些今天會比較強的是 就是比較適合短線操作 那至於說 左半邊的股票 拉回來 今天只要說有拉回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所以你去看一下 今天包含像是 宏達電 這個位置 它今天是有機會轉牆上去 宏達電跟 昨天漲底板的威盛 今天我認為說 它是有機會再持續去挑戰它的前高 這一塊就很適合去做短線操作 但是如果說今天最好的買點 跟布局的一些個股 絕對還是左半邊已經低於基本價值的股票 有拉回 它就是一個新的買點 好 那今天另外一項重點就是生技 因為如果說 今天的電子股不好 那生技它不會受到電子股資金的排擠 相對來講它的空間就會大 那說到生技 我們具有業界五大的唯一 去看一下 關於生技股 我們有業界唯一具有五大唯一 唯一在6月份預告生技的狂潮 來 你去看 在我的Light裡面 6月22日有預告 2015年它是被視為生技的元年 一直到這裡 本次台股的下沙時空被舉 2015年有異曲同工的位移到 有機會再複製一次當年的生技狂潮 這是在6月22日的文章 你可以加入我的兩大平台 Light跟Telegram 小老鼠W178 你去看一下在5月份跟6月份的文章 當時有講得非常清楚 生技完全還沒有動 那就特別講過 今年的下半年 它會複製一次2015年的生技狂潮 來龍去脈寫得非常清楚 大家可以加入去看 你會知道說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我會說你一定要去做 應該說 電子股當然說這是必要的 一定要去操作 另外一塊 生技股也絕對不能錯過 因為生技股它的魅力就是 它讓你賺的不是10% 20% 30% 而是一賺就是一倍兩倍三倍 好 所以當時在6月份 就有特別預告過生技的狂潮 重點是你去看 生技的貴買指數 在本月單一個月大漲了18% 一項產業的加權指數 單月大漲18%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這不是單一個股 也不是什麼小指數 這是生技產業全部的加權平均指數 單月大漲了18% 這非常的誇張 那更誇張的是 我們在7月份就有特別講過 你去看 貴買的生技指數 這個位置 月線有沒有一模一樣 當時在7月份講的 它會拉出長紅K 8月份 符合我們預期 拉出了將近20%的長紅K 為什麼當時在7月份 會有這樣子的預測 會有這樣子的分析 大家可以加入我的Light去看 裡面寫得非常清楚 所以想賺生技 不找我要找誰 那重點是這裡 4月份 唯一預告 6461的E的會翻倍 我們是從20元 一路預告到40元 6月份 預告6472的保瑞會翻倍 從不到180 那一路追蹤到將近360元 那重點來了 8月4號預告至勤是買點 8月4號至勤它是 跳空跌停說是還無量 當天公開預告 這是一個絕佳的買點 那來龍去賣 大家也可以加入我的Light下去做觀看 那至勤它也是即將要翻倍 所以其實我們在兩個多月的時間 創造了三檔翻倍的生技股 包含台信耀 包含益德 包含保瑞 加上一檔經典座 就是至勤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想去賺生技 趕快來電 或是說私訊跟我們去做聯絡 最重要的是最後一點 全市場我是唯一 具有生技背景的分析師 那我們在上週 全新推出的這一檔 因為說這些都已經翻倍了 益德從20元到40元 保瑞從180到300L 至勤從80一路到130以上 前一週全新推出的新藥翻倍黑馬股 這一檔非常非常重要 就像我們在前一週所講的 它有可能是今年最後一檔有機會翻倍的生技股 它獨家的免疫技術療法 它的取代性非常低 而且獨家性非常的高 重點是說它兩大產品線 第一是新藥開發 第二是CMO CMO跟CDMO最大的不同 就是CMO它少了研發這個流程 少了研發這個流程 它可以比傳統的CDMO 用更低的成本去賺到穩定的代工收益 所以你去看 這一檔新藥翻倍的黑馬股 新藥開發CMO 它就像是藥華藥加上6472的保瑞 重點是去年優虧轉營代表什麼 代表它是一檔有數字的生技股 明年後年今年 它的EPS會持續成長 一檔生技股有數字跟沒數字 這非常非常重要 一檔生技股沒有數字 就代表說它如果說結盲失敗 臨床試驗失敗 它股價可能就直接下來了 但是如果有數字就代表說 它是有穩定扎實的營收 所以這一檔股票 從我們前一週推出以來 只要你有來電 有私訊 有買進 不論任何一天任何價位 一直到昨天收盤價 全部都是賺錢 全部都是獲利狀態 所以還沒有入手 這一檔股票的投資人 把握機會趕快來電 包含像是其他的也是 昨天昨天漲這樣 新藥翻倍的黑馬股 包含像是國光生也是 當時有講 昨天繼續往上拉 所以在今天盤中時間 不論說你有任何的持股問題 還是說想要去佈局 全新的黑馬股 趕快利用盤中時間來電 跟我們盡速去做聯絡 這裡佈局全新黑馬股 任何持股問題 歡迎利用盤中時間 盡速來電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 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